阿弥陀佛 苗董任言一千日 今天是101日 今天我们来到的十方显见 显见超勤的总复习 感恩师父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十方显见 前五方讲的是新的本体 后五方讲的是新的作用 今天我们要讲的 显见超勤这个章节 这个显见超勤的勤 它不是指感情的勤 而是指因缘 自然 断 常 风有的 这个章节 佛陀为大众显示 见性是超越一切妄想情直 和一切之间 不堕落外道及全宗 阿难他一路听来佛陀在前面所说的 见性的特征 显见是心 显见不动 不灭 不失 无环 不杂 无碍 不分 阿难他又对这个见性产生了两个疑问 他先觉得佛陀所说的有关见性的特征 相同于外道所说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概念 然后又推测 见性是由因缘所生的 佛陀他就解释了 两者都不是 就像我们说 人人都有佛性 不假外求 既然人人都有佛性 自然成佛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修了吗 可是不修 我们又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显见超勤的章节 他会出现了很多 这个自然啊 因缘啊 的字眼 现在我就简单的为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因缘 自然就是固定不变 且无法改变的 因缘就是 生死无常 一直在变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自然和因缘 搞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现在我们请 秋月师兄和法学师兄 一起来和大家分享 这个显见超勤的章节 感恩 自尊 您曾经说过 学性是片十方界 清静很难 不生不灭 这和泛制 苏提加罗所说的明帝 以及头灰这些外道 所说的真我片十方的观念 有什么差别呢 世尊 您也曾经在嫩洁山 为大会的菩萨 他们说过 外道常说的自然 是世间 一切都是自然就有的 不需要造作 当时您就用因缘法 来驳斥他们 我也认为 因缘并不是他们 所说的境界 我看这决心 应该是自然 而不生不灭 远离一切虚妄颠倒 但是这又似乎不是因缘 因缘是有生灭的 这又和外道 他们所说的自然 很相似 对此说法 弟子们感到很困惑 在此恳请世尊 您可以再次的说明 让弟子们能够保持 正知正见 不要掉入邪见中 阿难 我现在所有的开示 都是种种全巧方便 是一种工具 无非就是要将 这一个真实之理 实相之理 告诉你 你还未能误 见性为真本 反而当成自然的论述 阿难 如果这个见性 是自然的话 那么如果它是属于自然法 你自己应当 真别明白 它一定有一个本体 不变的自然之体 你要观察这个 妙明 见中 你在 见的时候 以什么为自然之体 在见的这个动作里面 以见明为自然体 以见暗为自然体 以见空为自然体 以见色为自然体 阿难 如果以明为自然体 它永远就是明 因为不会变 等到暗的时候 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 如果以空为自然体 那就见不到色 由此类推 紫夜 黑月 云雾 会明等等 既然以暗为自然体 它就不会变 那么明出现的时候 你的见性 应当断灭了 怎么有明的时候 依然见到明呢 世尊 这妙明 见性 一定不是自然 但 现在 我又觉得 见性 应该是从 因缘而生 可是 我心里 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 特像 世尊您 指教 这见性 要如何 能够符合 因缘性呢 如果 你说 因缘的话呢 那我问你 我再一次 问你 你今天 能见 是 因为什么 原因 可以能见呢 见性 现前 这个是 因为有明 才能见吗 因为 有暗 而能见 因为 有空 而能见 因为 有色 而能见 阿难 如果是 因为明 应该不能 见到暗 如果 因为暗 有的话 应该 不能 见到明 如是 乃至 因为空 因为色 跟明 与暗 是相同的 那我们 我们来 看看 阿难 如果 见 到底是 某一种 缘 而有吗 还是 缘 有明 才能 见 还是 缘 有暗 才有 办法 见 还是 缘 有空 而能 见 还是 缘 有色 而能 见 阿难 如果 缘 空 有的话 应该 不见色 如果 原色而有的话 应该 见不到空 如是 乃至 明 暗 都是同于 空色 应当 知道 这个 觉性 精觉 妙明 见性 是 超越 因缘 自然 不离 因缘 自然 也 不能 说 没有 因缘 自然 离一切 忘记 之相 及一切 诸法 你 为什么 到 现在 就在 那里 一直定义 它 到底 是 因缘 还是 自然 用 所有 的 世间 细论 明相 在那 分别 争论 不休 就像 用手掌 在抓 虚空 只是 让自己 很累 虚空 了不可得 怎么会 你想 抓 就 抓呢 谢谢 秋月师兄 和法学师兄 的 分享 现在 我为 这个 显见 超勤 总结 这个 复习 显见 超勤 最重要的 观念 是 阿南 他在 勤法 时 他问佛陀 这个 觉性 究竟是 因缘法 还是 自然法 呢 听了 佛陀的 开示 他似乎 觉得 见性 既非 因缘法 又非 自然法 但是 阿南 他不大了解 为什么 这见性 既不是 自然 又不是 因缘 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 在这段经文里 佛陀 他帮 阿南 佛系 如果 觉性 是属于 自然 法则 那么 应该有一个 自然的体 但是 推论的结果 觉性 非 自然 法 觉性 也非 因缘 法 不是 因缘 所生 所以 觉性 是不能用 因缘法 和自然法 来定义的 这个道理 我们就应当知道 这个 经觉 而妙明的 见性 它的 觉体 是不变的 所以 不是因缘 它的妙用 是随缘的 所以 不是自然 在 见性上 连不自然 都没有 哪里 还有是 有非呢 根本上 是没有 非 没有 不非 没有 是 也 没有 不是 不能用 妄心 来 忌度 所以 佛就用了 八个字 来说 离一切 相 及一切 法 佛陀 最后又责备 阿难和大众 为什么 要滞留在 妄想 情绩 当中 用分别的心 以世间的细论 来测度 真心 想要证得真心 也只能够 增长 无名而已 因为 真心 不落入 名相 怎么能够 用分别 自然 因缘 这些细论 来测度 真心呢 以上就是 显见超情 的章节 在这里 佛陀 他为我们 显出 见性 是超越 一切 妄想 情绩 见性 是 离 是 句 绝百 非的 以真心 的体不变 来否定 因缘 以真心的 用 随缘 来否定 自然 在以真心的 体不变时 用人随缘 再以真心 用随缘 实 体不变 为什么 佛陀 他 要那么 苦口婆心 跟安安 讲这个道理呢 因为 他怕 大众听了 这个对 就认为 是对的 听到 不对 就坚持 不对 所以 佛陀说 当你 落入了 执着 是 合非 你就 没有办法 真正的 了解了 因为我们的 这个心 在这世间 它有很多的 面向 有体 有相 有用 我们 每一天 都在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 我们 可以 什么都是 我们也可以 什么都不是 就像 菩萨 教我们 千百亿化身 一切的像 都是 我们的心 变化的 随缘 不变 不变 随缘 这样 我们才能够 真实的 超越 一切 妄 一切的 妄向 那 这个妄向 就不会 妨碍 我们的心了 所以 我们要 回归到 自己 我们要 了解 自己的心 如果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 重点 那么 这个法 拿来 了脱身体 了脱身世 那我们就 再浪费 时间了 感恩 感恩 一切的 分享 现在请建议法师 为大众 慈悲 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第四 第四组的分享 第四组 来自于 马来西亚 还有台中 那几位师兄 大家都很发心 那师傅 想要 请问 这个妮妮 你做这个总结的时候 你对于这一分 对你给 给你最大的 启发 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 学完 显见 超勤的 这一分之后 那大家的 启发 我们请 第四组 那个 今天没有发言的 师兄 来 分享 对于这一段 相信大家 因为 我们分配到 这一组 那对于 这一段 应该有 更 多的研究 那希望 大家能够 愿意分享 讲一点点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先请 这个马来西亚 妮妮来 做一下 分享 因为她是 总组奖 感恩 感恩师傅 给我这个机会 去学习 这个显见超勤 因为刚刚在 看这个 显见超勤 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 搞不懂 什么是 自然 什么是 英语 可是后来 我在总结 的时候呢 我想到 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们在 平时生活上 我们都会 扮演着 很多很多的 角色 就像我在 家里 员工 有时候 我会在 不同的 角色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 我会觉得 我忙到自己 好像 戳不了 那个身 可是 我在 这短短的 几个月呢 我学习 这个 任言经的时候 然后 每一天 每一天的 慢慢慢慢地 去学 慢慢慢慢地 融进去的时候呢 已经来到了这个 显见超勤 然后我就 突然间觉得 其实 我只不过是 有时是主角 有时是配角 有时是群众演员 不管 我是主角也好 我是配角也好 或者是我现在是 群众演员也好 就像我在这里 有时是主持 有时我要发问问题 有时候我就是 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听众 但是不管我是 什么身份都好 其实都不要去执着 那个身份的存在 当我是主持 我就是把我这个 主持做好 那么现在 我在总结 这个章节的时候呢 我知道 这是我最大的责任 所以 我就是会 把他 全 就是用心地 把他做好 其实 我就非常感恩 这个 信红师傅 因为他 就会把我 叫出来 然后 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才能够 乖乖的 去找资料 不然其实我也没有 那么乖 所以我也很感恩 这个苗董任员 走到了今天 是101天 这101天呢 我每一天 是懂非懂 又懂不懂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又觉得 我看回我自己 好像 跟101天之前的 第一天 我很大的差别 虽然我不是 一下子就好像 好厉害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坚持 每一天 学习一点点 一点点 那么我就会 懂多一点点 懂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我 非常感恩 有这个 苗董任员的 这样子的一个 感恩 感恩师傅 就是我们刚好 100天 一个循环 然后呢 你是第二个 循环的第一天 就回顾100天前 我们刚刚开始 完全不太了解 这部愣眼睛 在100天之后呢 其实还是不太了解 这部愣眼睛 因为我们发现了 所有的因缘法 或者是自然法 其实他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 刚才妮妮所说 有时候我们是主角 其实我们一直是主角 只是我们主演的角色 是配角 是演员 是群众 是观众 那我们在主演的时候呢 每一场戏啊 都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叫做因缘法 就是随缘 而全心全意的演出 那这个妮妮呢 她是因为这个法的因缘 跟我们认识 结缘 那到了现在呢 可以直下承担 然后为大众来侃侃而谈 我相信很多人 也在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收获 那说法的人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 没有办法把它讲好 听法的人 自己就要从这里面呢 去学习 这个法到底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说 他对我们有什么 很突破性的启发 所以接下来呢 师父想要再问 今天的佛陀 雅婷 你演佛陀啊 演得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 演得很好 那您来分享一下 你分配到这个角色 有没有压力很大 感恩师父 从来没想过 我演佛陀 然后我从听 嫩眼睛到现在 我从听嫩眼睛到现在 以明为智 以暗为智 以空为智 以色为智 我一直搞不清楚 这四个人是在做什么 然后想说 奇怪呢 为什么 以明为自己 我也是自己 然后被分配到佛陀 这个工作之后 我终于才明白 原来是自然之体 我今天终于搞明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阿弥陀佛 很好 恭喜你 好 那我们来看 演秋月的 演阿南的秋月 不是演秋月的阿南 来 请分享 感恩师父 我很感恩我们这一组的师兄 都非常的和和 那其实我也是从第一天 到今天第101天 从没有听过嫩眼睛到现在 大概也真的是 懵懵懂懂的 但是我知道第一千天的时候 我必须还是要在 那今天我们是做 显见超情 那第一次呢 看到这个情的时候呢 不就感情吗 可是师父说过 这个情不是我们的感情 是我们所寄质的 就是那个思考的方式 那我自己呢 重新的盘点我自己 我真的从小到大 还有在每一个的角色里面 比如说是人家的妈妈 是人家的太太 我好像所做的方式 都一直困在我自己所会的 我从来没有换个位置 去想一想别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这样回答 那在我们这一组里面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的感恩 你别的师兄 他们都会提出他们的想法 那是都是跟我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我是在想说 我们是到底是为了什么 被绑住 然后呢 一直裹足不浅 其实会发现说 其实最大的敌人 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都很常常的就是 安住在自己的城堡里面 所以超勤 是要超自己的想法 那我们今天来学佛乐 那师父呢 他们非常的慈悲 那师父也很用心 帮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安装了一双 非常有力的翅膀 可以呢 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飞出城堡 去看一看 外面 有多么的宽广 然后呢 我们要学着 就是把心量 拉大 然后呢 把这个视野 也拉大 这样子一定可以发现说 自己的这个本能 然后呢 可以超越 我自己说 原来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 我还没有 遇到描冻之前 我觉得 我自己的一些些改变 那每一次 在金刚经的时候呢 师父都会说一句话 你我相逢 必定不是偶然 真的 遇见师父 还有遇见师兄 这都是我们 累生累世 所节来的缘 那所以呢 是姻缘 不顺着姻缘走 不离姻缘 但是我们 又要超越姻缘 所以呢 我们不要放弃 可以呢 装一双 有力翅膀的机会 师父有说过一句话 这是我 今年 去年到现在 最棒的一个 就是座右银 叫做 为人自肯 乃方亲 好 所有的一切 师父开了这么多的课程 只要你自己肯 那你一定呢 可以 就是说 领会得到佛陀 他所想要给我们的法义 那在此呢 真的很感恩师父 还有就是所有的师兄 那也更感恩我们第四组的师兄们 感恩大家 感恩 星红法师 你再点一下你们这一组的人 来 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个法会 你现在有办法讲话吗 因为你昨天其实很想分享 但是怕上班 你现在可以讲话吗 法会 我可以讲一下 阿密陀佛师父 各位师兄 大家好 以前 那眼睛我听过很多次 但是还是试懂会懂 因为常听师父讲说 我们以所有的万物大帝是一体的 但是我常想说 这怎么可能 直到那一天看到师父 那个图片 有一个很多物啊 还有一个箭 很大的箭 这样子 那些物就 包含在所有的箭里面 我出了一天就明白了 原来我们真的是 万物一体的 所以我现在对任言经 很有兴趣 他也会认真学习 阿密陀佛 看漫时间不好讲太多 阿密陀佛 非常好 法会一直很精进 很用功 你这一生会有成就 因为呢 我们这个随时随地 都在听法 他就是这样子 来下一位 还有我最想要听到 就是我们的幕后黑手 永东的分享 好 也希望让大家都听听看 师父啊 我是永东 你是黑手是吗 我是幕后 我是幕后 那 嫩言经 其实我也读过很多遍 在 在很早以前 那 现在接触 苗总嫩言 那 完全是不 不一样的 一般的 的体会 那其实我的感受是以前所学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部分 那这一次师傅给我们期中考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这个其中考啊刚好就可以把这些零零散散的把它整个整合起来 那像我们这一组这一次负责的是显见超情 那我一开始对这个情字我也不太懂 那因为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了解的这个超情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原先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都被这个自然法则啊跟因缘法则都困住了 那那早先没有学佛之前呢是被这个自然法的困住 那后来学佛之后知道一切是因缘 但是就会觉得说啊 啊该来就来该去的就去该有的就有的就没的就没 啊就会认为因缘是这样啊所以又绑住了 所以就是在等说没关系这一次啊我懂了那我好好的照顾啊这一次反正就是寥寥而已嘛 没关系我来生再来就会不一样都是一直在那边等来生你知道吗 他等这一次结束 可是这个单元刚好很好因为呢显见超情表示说 原来我们的见性啊可以超越自然也超越因缘 那也就是不落入自然跟因缘的两端 原来我们是可以在这一次就去超越他 所以我不用再去等来生 这是我今天的感受 感恩师傅 对当下即是各个成佛 我们刚刚开始呢 师傅在接触禅宗的时候啊 第一次打禅七 打禅七呢 其实很多人 他的重点就是自己要做多长 或者做多久 或者是有没有入定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包袱 通通一片空白 所以去打禅七的时候啊 就听到老和尚讲的第一句话 叫做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件事情呢给我很大的震撼 因为我们一般在那个时代啊 在学佛的时候都是就像刚才永东讲的啊 我们就是朔博世界很难修行 那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去净土 那我才十八岁 那我就要去净土 对我来讲呢 很遥远 那个净土 虽然好像不错 大家都要去 但是呢 感觉都是老人要去 要死的人要去 那我才那么年轻 才十八岁 那我就要去净土 这个实在是很难理解 但是我们如果普遍都是等下辈子 因为这一辈子啊 因缘就是如此啊 就很业障啊 这个是先天的 我们的命运难改变 那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很随缘的 不要再求的 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可是当我听到我们师父啊 讲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 而且整个禅息的过程都在讲 我们当生这一生当下即逝 这一生各个都是佛 那突然呢就觉得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他的确是可以不自其代来生 而是在这一生就会成就的 这也就是啊 为什么我们在很无知当中 会遇到了愣眼睛 在所有的学法的法门里面 你可能听到了很多的法则 很多的佛法 甚至于有很多的名相 这些名相呢 只是增加你的知识 让你这一生过得比较好 但是有没有哪一个方法 可以启发我们的潜能 开发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自己 这一分呢 对师父来讲 就是开发潜能 因为他有一个字叫做超 我们原来的自我设限 是理所当然 也许是后天环境养成 也许是先天 你本来就有的想法 不管是先天也好 后天也好 我们在这一生认识的 是表面上的自己 那如果再深一点的探究 再明白到底本来面目是什么 在父母卫生前的那一个又是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 我们会看到这一生 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真相 乃至于我们不是期待 下一辈子的自己 可以到净土去 而是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就找到一个超越的立足点 那眼睛是一部明星见性 破旺显身的一部经典 这个经典呢 佛陀他让阿南从逻辑的观念 回到不思议的解脱 所以他原来的情的思维 他原来的思考的模式 生活的惯性都非常的具体 所以他的逻辑啊 在说理的时候 我们都看得懂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厘清我们很多的观念 那这样子明确的讨论呢 其实他会对我们的修行 很有帮助 但是帮助还要有临门一角 佛法是理路上很清楚 但是佛法最殊胜的是 它是可修 可以实证的一套修行方法 那这个修行方法呢 必须要有一种 入门入手的方便 所以禅是可以契入 显见的核心 所以禅的这个方式啊 叫做直指人心 为什么我们学佛 学了很多的经教 还是要配合实修的法门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有禅 因为这个禅呢 是直接一体启用 一 楞严经的内容 来直接关心 你真的 能够看到 你自己的本性 你就会知道这一生 为什么我们在此时此刻 会来学习楞言 好 所以呢 很感恩第四组 我们在这个整个经文的脉络当中啊 好 不断的去反复 厘清这个逻辑 道理是懂了 但是实证呢 还是要为人自肯 乃方清 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让我们可以超越 所以谢谢今天大众的分享 也谢谢大家一起参与 共同学习 我们下礼拜天 会有一个 这个大会师 就是保言论见 那一般是华山论见 我们是保言论见 我们希望呢 提醒所有的各个团队 从第一番到第十番 一次到位 每一组都来再一次的分享 那希望呢 礼拜天的时候啊 我们把十般显见 整个大家会整了一遍 之后呢 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见解 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一生 透过实证 而清见本来面目 谢谢今天大众的分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